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李隋等同志 毛泽东同志从李隋同志等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毛泽东主席1月30日 接见以佛朗索瓦贝纳尔为首的法国议员代表团 毛主席同客人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 在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等十个非洲国家 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以后 2月5日回到昆明 在机场上受到了宋庆龄副主席 云南省昆明市 党 政府 军队负责人 和各族各界1500多人的热烈欢迎 济南火柴厂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河耿车间的职工学习上海的先进经验以后 改进了电锯 节约了木材 保证了质量 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工人们开展技术革新 改进了炫皮机 使过去当废料处理的大批木轴 发挥了作用 一年可以多生产八百万个火柴盒 这个场虚心学先进 降低木材消耗的先进事迹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 在笔学赶帮运动中 北京 尊义 西宁等地的火柴厂 多次派人前来参观学习 济南火柴厂勤俭创业 不断挖掘企业潜力 在不增加设备的情况下 提前全面超额地完成了 1963年的生产计划 产品质量由二级品上升为一级品 为国家节约了大量木材 在全国火柴行业中争得了上游 北方的冬天 景色迷人 黑龙江省长林岛国营农场的职工 每逢假日便三五成群地 来到冰雪风冻的沼泽地上 用他们自己创造的这种鱼钩 握冰钩鱼 长林岛 鱼产丰富 人们在假日里 有时一天可以勾到一百多斤鲜鱼 吉林市松花江畔 到处是天然的冰球场 孩子们放学以后 就在这里摆开阵势 把帽子放在冰上做球门 展开了激烈的冰球赛 风光秀丽的吉林北山 在冬季里成了冰雪的世界 是孩子们进行滑雪锻炼的好场所 你没想过是天然的冰雪 大适什么 才能的冰雪 开阶势 都在冰雪 冰雪 克风 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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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爬梨,騎木馬,孩子們的冬季活動多麼叫人嚮往 為了爭取今年的農業豐收,山西省芬陽縣萬年青公社甲家莊生產大隊的各項備耕活動正在全面展開 社員們冒著風雪嚴寒,整修和新修大小區道一百多條為進一步改造嚴檢地和擴大保收田面積創造了條件 甲家莊生產大隊的冬季備耕活動動手早,規模大,幹勁足 社員們正抓緊時間,要在春節前把十一萬多彈的肥料全部送到田間 湖南省易陽縣鄧石橋公社清溪村,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故鄉 也是他近年來長期深入生活和參加勞動的地方 周立波急急響應黨的號召,長期深入農村,同社員們同吃同住同勞動 社員們都把周立波當作自己的知心人 農村的新人心事給作家提供了豐富的創作源泉 周立波懷著滿腔激情為歌頌社會主義的新農村而埋頭寫作 周立波懷著述 周立波語 周立天視聴 好